哈囉大家好我是台灣小姐芝芝 我是台灣小姐芝依 今天呢我們帶大家來到這個地方叫做韓溪泥 聽說是全台灣最頂尖的風水寶地 而且還有漂亮的櫻花喔 那我們就帶大家一探究竟吧 Let's go 位在嘉義縣梅山鄉太和村149甲縣道旁的 韓溪泥森林人文銳地 是出生在彰化鹿港的園主施立文老師 四十多年前帶著太太施養秀美 找到的一個充滿能量的靈修祕境 經過夫妻兩人長時間用心經營 現在園區內到處都是花草樹木百花盛開 園主施立文老師充滿感性的說 來到韓溪泥就要懂得感謝天地 感受四方之間凝聚的正能量 讓身心靈注入溫暖的光束 那人類一切的智慧大能力 都是由光體輸出的 那如果人體能夠透過這個好的地理 濃穴 光束 補充這個光 那人就會更健康 那智慧會更超越 這是生命的根 來到韓溪泥還可以在園區的咖啡餐廳 品嘗到美味的山珍海味料理 一邊喝谷坑咖啡 一邊遠眺美麗的山嵐景色 獅楊秀美師母還特別帶著我們 到園區觀賞內山門口兩棵能量石 師母說這一公一母的能量石 好像兩座石獅子還生出兒孫 成為一個石頭家族 而聖塔山群的聖觀音風步道 兩旁開滿白色的福爾摩沙櫻花 加上周遭綻放的紅色八重音 桂花林 這一大片花海已經成為許多民眾 拍照跟網紅打卡的熱門景點 連當紅藝人周子瑜也經常來韓溪泥 哇 這裡超漂亮的 我們來到這裡叫做聖觀音風 沒錯 我們後面紅紅的櫻花叫做八重櫻花 白色叫做福爾摩沙� 超美的 而且這裡超像 山下超像武俠小區 武林盟主會出現的地方 因為有八卦鎮跟四方鎮 還有會長出很多石頭的石頭家族 好好玩喔 來這裡真的會煥然一新 然後正能量滿滿耶 因為人在這種環境之下 不只對修行有幫忙 對身體健康 對外表也是會有一些幫助 施陽秀美師母說 園區內種植了一大片已經幾十年的校南 台灣山 再以八卦四項兩儀的太極概念設計 讓遊客慢慢散步 先欣賞美麗的白鷹 再一路走到最高點的太極亭 依照指示繞三圈 看看祈禱文 向武教正神祈求心中的願望 甚至可以走到海拔 1166公尺的蒙山 掛上聽說是有求必應的許願牌 我們來到了韓溪泥 最後在這邊祈求風條與順 國泰民安 疫情退散大家發大財 沒錯這沿路山風景非常的漂亮 以及美麗的櫻花盛開 真的讓人身心靈正能量滿滿 還看到可愛的石頭家族呢 以上是台傳媒記者和台灣小姐 在嘉義梅山的聯合採訪報導 歡迎大家一年四季都可以來這邊走走喔